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推动旧城创新生计划 透过青年创业、场域创生 及文旅创新三大策略 攜手在地团队将与打造二同圈街区品牌 让嘉义旧城老街成为梦想的孵化器 为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注入新活力 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我们其实都还蛮以身为台湾人而感到骄傲 但是台湾的样貌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也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断地在摸索 那二同它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场域 也感谢市府提供的资金 跟非常多不同很多元的案子 不管是店家改造 或是我们的文旅创新 那大家都有自己的功能 我们一起在这里 然后创造一些新的事情 这些新的事情被别人看到了 原来可以这样做 就更多的人参与 也创造整个二同圈的一个新的生活样貌 2020是嘉义市的地方创生元年 每一间老店 每一座老屋 透过设计的力量 以揭取品牌的形式呈现旧城的美学 传承与创新 重新回到年轻世代的视野 我们这次的整个放大二同圈的副标题叫做 打通传承的任督二脉 他其实在讲的就是你传承到三世代到年轻这一辈的时候 他怎么跟现在的人来分享这个传统工艺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寻找一个跟青年有共感 能类比的切角 然后把它制作成一个手作体验 或是深度的导览 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传统文化 二通不仅是古老的街道 它是青年创意实验的天地 这里空间多样 分为浓厚 吸引着无数创作者 在此展开实践与探索 为他们提供了风卧的养分 让创意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 我感觉这次演员就是自己这个地方和这个創作和演员的关系最重要 应该是人跟人的关系都不错 就是像这次演员我们去店街 其实大家店街都很欢迎 那是因为人跟人的关系都不错 可以让这些地方的創作 或者说这些地方的养分是做巴兰的 这种尤其的行动 其实是对創作 还是说对永远行动员 他们的分量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 在二通老屋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吸引了无数和吴刀眼一样的老灵魂选择在此定居 和嘉义市政府协力将老房子打造成开放空间 让游客和本地人重拾对古老街区的记忆与认同 那时候我修这个屋子 我觉得政府给我最直接的帮助是 当然资金是最直接的帮助以外 那我觉得它中间都有一些专家学者 他们包含科长他们 来探勘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讨论到说 哇你这个屋子有哪一个地方 你应该保持它的原样 那有些地方你或许可以讨论 或许有新式勿告可以参考 那时候觉得老房子如果 我在我心有余的时候 可以开放给人家 来了解说这个房子可以怎么修 然后让他看看 我们在这个老屋里面生活的样子 或许不管是外地人 当地人看到说 哇他们会更愿意的想要多保留一点 他们原本在这边生活的样子 嘉义正逐渐成为云嘉南地区创意 与创业的核心基地 吸引无数传承人与创业者 来自云林的第六代志乡师 也带着百年记忆来此 交流的不仅是技术 更是创业精神的传承 我觉得嘉义还蛮温暖的 跟云林蛮像的就是 虽然大家都会说云林嘉义好像蛮无聊的 但我觉得你如果深入了解的话 有很多保障 大家都不要觉得回到乡下是 就会没有发展性 网路很发达 再怎么乡下的地方 只要有网路 你都有办法发光发人 去找到属于你的体验 去找到跟你一样 兴趣相投的人 然后在里面一起成长 我们常说 如果台北的时数是90 那嘉义的就是20 我们其实是给人一种 就是很舒服慢活的感觉 但这个慢活是 让你可以专注做你想要做的事 可以互相结合 互相合作的单位 这是嘉义给人一种很平等共荣 很舒服 又可以很专注的一个生活想像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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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